好 那么长青共好活力在线 花莲县110年度长青大学的结业典礼继承国展 8号上午在花莲县的中正体育馆来举行 13个乡镇市18个长青大学 总共有909位的学员以及授课讲师来授讲 展现了活到老学到老的不老精神 长青共好活力在线 花莲县110年度长青大学结业典礼继承国展 8日上午在花莲县历中正体育馆举行 邀请花莲县13乡镇市18个长青大学的师生起居一堂 除了展现动态成果 还有13乡镇市长青大学静态成果摊位及数位学习成果 拿出老大人们挥傻创意的各种作品 也穿上各自制服展现各长青大学的特色 在开长青大学班四十六台远路 而各乡镇看到花莲市学习管道这么多的时候 各乡镇哇也起而笑语 也不断的努力来学习而且加开班课程 这是这会最开心的而且最乐见的 为什么 我们都希望长者我们的大哥大姐能够透过这个闲暇 至于能够不断的努力学习 活到老学到老 而且学习会让你永远都不会老 51个班级 课程涵盖语言、艺术、音乐、舞蹈等 今年有809位结业学员 50位热心服务奖 50位授课奖师 共计909位学员及讲师授奖 县府社会处表示 花莲65岁以上长者若有兴趣参加 可上网搜寻花莲县政府社会处网站长青大学 依照自己兴趣选择就近长青大学 点选合适课程参与 培养兴趣也一元取得结业证书的梦想 记者长方言华林时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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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